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超近流星,美国时间16日晚间,美国密西根州,Michigan,经现一颗不明物体伴随巨大爆炸声响划过夜空,引发网络疯传,事后,经美国太空总署NASA证实该不明物体未流星,目前正确认它是否坠落在地球上。 据The Verge报道,昨16日晚间8点,许米西根州多处经见不明物体划过天空,不少目击民众录下影片,划过2-3秒的过程,引起网友热议,甚至有网友收到紧急避难通知,流星撞击米西根州,注意,这不是防灾演习,请民众立即避难。 流星划过密西根州夜空,由于距离很近,不仅整片夜空瞬间被照亮,也撼动大地。 据美国地质调查所The U.S. Geological Survey指出,当时流星纵约5公里处的纽哈芬市New Haven进入密西根州上空,同时因为流星的爆炸声响,应发规模2.0的地震。 NASA也证实不明物体为流星,并称流星华过密西根州相当罕见,这是重要的大事件。 流星研究者库克Bill Cook表示,推算这颗流星长约1-2马,0-9-1。 8公尺重约1顿以上旅行约4万至5万英里约6万4千至8万公里的距离抵达地球。 目前NASA正在跟踪流星行经的轨迹确认是否有陨石落在地球上。 I got lucky tonight at one news pic. Twitter Come YDRN1 off bill People are telling me they had a loud bang or a cross south east and I Was it a Ik Twitter Come N-T-X-O-W-V-J-Z-F-X-Philip Lewis H-F-L-L-U-I-S-January-17-2018 Who saw it? Twitter Come S-F-F-U-L-D-12-F-F-Meteor-Over-Michigan KuT-A-C-E-R-I-K-B-R-O-N-F-Y-N-T-N-I-T-O-L-Michigan-Pick Twitter KongRJN8CHZSHDJMikagol AtJomikagol January17 2018